秀林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17次代表会临时大会 秀林乡民代表蔡培火针对了秀林疫情升温 公所人员全力投入防疫的工作也有超时的情况 再加上有一些村民在居家隔离的时候没有工作薪水可以领 也就希望秀林乡长能够将奖励公所的基层人员以及村民们的需求 26号这一天秀林乡民代表会则是召开第21届第17次临时大会 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赖军姐则是针对秀林乡疫情升温 也请公所协助村民们做好反应的工作 确诊能够增加造成医疗运索以及专责的防疫旅馆不足 变成有许多居家隔离及居家检疫还有确诊者都是在家里 自主管理然后自主防疫的多部分 有些需要乡公所这边以及县政府这边协助的 这段时间可能要多辛苦乡公所的人员 在防疫以及物资的发售或是村民的一些停满协助的部分 也要请所有公所同仁能够多加辛苦一点的 结论下面代表蔡贝河则是针对公所基层人员协助疫情的工作 可以说是相当辛苦 希望公所能够争取奖励来提升士气 另外疫情期间有的村民没有工作 希望公所能够加以协助 关于我们民政社会属于行政的工作人员 他们你看我们像我们村长来来回回跑来跑去 有钱是他听说他自己在付 好像公所没有补助他 然后他们的工作量也加重 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他们加班费 如果没有的话 像那个清洁队员也是增加他们的工作量 这本来就工作范围以外的了 谁知道这种病毒是突然现在才出来的 这个部分除了居家隔离的这个是有中央给他们一天一千块 居家隔离的是有 那其他像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工作人员 如果是没有的话 相公所是不是我们考虑给他们编追加预算 编个加班费或者是奖励金或者补助金给他们 我们今年1月16号的时候才花那个振兴礼件 以为说病毒的这个这种疾病大概就 这种流行病大概就没有了 谁知道 现在又开始大爆发 每个家庭的生活费用都已经都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尤其最近又有通膨 所以大家的生活都比较困难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在5月份的定期会的时候 乡长这边也可以考虑考虑看看 针对村民的需求的部分 或者是看怎么样协助他们 系统下当我们给表示感谢系统下的代表 蔡北伙的建言 公所会捷径所来加以维划各项福利措施 比如说加班费 就是说补修等等的方式 我想这个我们还是照规定的 这个它的规定我们不能随便加班 那奖励金的方面也一样 我们看看径所的方式 那我们的方向就是尽量能够可以的方向来进行 我们已经有在做一个就是资料的一个修正 因为我们有一些那个 那个文字上面的修正是因为跟去年的不太相同 我想说我们这次再给它弄清楚一点 我们希望是针对真正的实际所谓的矿略诊 或是确诊诊还有失业 是因为疫情受到失业的人 受到影响的人 老板叫他不要工作的 这一群人其实都OK的 学义相当官会表示 疫情在修正乡持续升温 也请代表会同学们能够共同来帮忙 有任何建议都可以立即来反应 希望在各项防疫措施上能够更加顺利 共同来回疫情度过难关 记得请订阅什么道